第十号台风苏拉前脚才刚走 后面又来了一个海葵台风 海葵上午来到台湾东北东800公里的外海 气象局预估将朝着琉球前进 虽然对台没有直接影响 不过由于海葵速度放慢了 周三距离台湾最近 外围云系将对北部东北部带来短暂雨 送走苏拉台风 难得这几天好天气 民众趁着假日到市场来换一换 不过第十一号青台海葵 周日上午8点已经来到台湾东北东方800公里处外海 预估未来将朝琉球往中国浙江前进 未来将以每小时16转1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系的方向前进 主要就是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力量稍微偏多一点 中南部地区因为受到南方的水系的影响 所以说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特别在今天中午过后受到午后对流的影响 因此都还是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 尽管青台海葵铺台几率较小 但它的外围云系 却可能为台湾北部东北部带来雨势 等速度会放慢下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开始失去了导引气流 尤其到礼拜一礼拜二速度是比较慢的清新 礼拜二礼拜三相对距离台湾 是距离比较近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那距离台湾的远近会取决于整个雨量的多寡 另外目前在日本东南方海面 也有一个新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局预估 未来有可能转变成轻度台风 但暂时对台湾没有太大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